大家好,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我叫做Lewis諾兒 又很久沒見 今天就教你三樣方法 怎樣可以賺錢 快 我說的是非常快 非常 是非常,OK 不是慢 一日 如果你教我 我影片說的內容 你一日 可以賺 50萬 如果你可以的話 是你可以的,知道嗎 如果你可以的話 50萬 50萬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50萬是一個大數字 那我試過 好了 那我已經試過了 我有一次就是用這方法 判了 80萬 那我們就 又不想 好 你們 如果你們期待的話 就叫他 好 現在開始了 好,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賣這些 水果 是的 Mr.Apple This is Mr.Apple Say hello to Mr.Apple Apple 好 好了 說Hi to 這個叫蘋果先生 我現在 我現在不是說過 OK 我不是說過 蘋果先生呢 除非它是 你賭 即是我不懂 當你去你的護照 當你去你的護照 當你去護照 你會見到 這個 你不要理會名字 這裡 有個水果 那個水果就是你的島 你的島生產的水果 夜之不計 我的島生產的水果 是土 那 土 但是 如果你想賺多點錢的話 你要賣一些 不賣你的老生產的水果 沒有到的土 即是蘋果 是OK的 好,我們試試賣10個 看看多少錢 買到10個 那他們5千塊就10個蘋果 那因為整個口袋 有40個空位 如果你玩得很久的話 如果你剛剛玩 只有20個空位 如果你玩得很久的話 即是 久的話 你的口袋應該有40個空格 那你10個佔1個空格 有40個 有40個 有40分之1 你有10個蘋果 即是40分之1就等於5千元 那40分之1 的 10個 40分之1 那它也有3個 也有5千元 20個 是 二十萬 如果你夠水過的話 二十萬就可以進入你的口袋了 就是這樣 那其實二十萬也挺多 對我來說 耶 二十萬其實你可以去買很多東西 那如果我們買一個 這個道具一千萬 那你二十萬就可以買二百個 同一樣的道具 二十萬其實很多 那我們就下一個了 好 又回到店舖 剛才不知道做什麼 離開店舖 離開商店 好啦 相信 在看的觀眾 都知道我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 好啦 過來 當你買這個 龍作物 或是作物 Crops 你種的東西也好 你賣出去一定是有相當的價錢 對 相當的價錢 那我們用這個叫番茄做例子 賣十個 就用三千五百塊 十個的話 因為只是佔一個一格而已 那也就是三千五百塊 四十 我心想一下 因為你們都知道我是一位非常奇怪的人 所以我是沒有心想的 好 三千 五百 乘以四十 等於 十四萬 雖然是少過這個 Mr. 蘋果先生 但是 十四萬其實也很多了 你可以賺很多錢 用十四萬的話 十四萬可以買很多東西 可以買很多東西 一個一千塊的橙 你可以買一百十個 好 那就是這樣 那好了 第三個 其實有幾個 不是一定的 不要了解我 好 第三個就是 錢樹 不要以為我作弊有這麼多的錢樹 是我懶惰 好久沒有玩 即是不是好 幾天沒有玩到我收回 錢樹都生出來了 我也不想 那如果 那如果 你錢樹 你中一個 相當的價錢 就會有相當的價錢 到三本 那 是這樣的 但是 有些情況就不一樣了 例如 你中一百元的時候 你會收到三百元 那是一個非常安全 是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 這樣 但是 如果你中二百元至九百元 它有30%的機會 是 中到的 即是你可能 你中五百元下去 有30% 你會收回一千五百元 那也就是說 二千到九千 還有 欸 等我先 二萬到九萬九千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想 如果你真的非常有錢 你又想賺錢快 你又不怕沒有錢 那你就可以試一下 用那個九萬九千元的方法 是要博的 30% 即是 大概 每三棵就有一棵 可以了 都要 都要做 即是你會試一下 那如果你想 你在想 有什麼價錢是最安全的 而那個價錢就是一萬元 也是賺的最多 和最安全的 耶 發呆了 今晚可以 喝 喝 喝水 好啦 如果你每天中一萬元的錢 那我現在一起找吧 好嗎 好 那我就找到一個 在這裡 在露營區 那我們就賺回一個東西 一萬元 賺得最多 也是最安全的 那經過三至四天之後 一 二 三 經過四天之後 就三月一棵 三萬元 也會出出來 那你也知道 如果你每天都非常勤力 那這些都不平衡 那這些都不平衡 還顯示的話 你每一日 每一日就有 固定 即是穩定的 三萬元收入 那如果一個月的話 你當一個月 三數量 三萬元和三 那是多少呢 現在是計算時間 嗯 好 嘩 很輕 好 好 好 OK 三萬元 好 沒有 來 好 好 來 乘以三十 那你便會 賺到 一個非常之大金額的 猜猜 猜猜 我知道你收入很厲害的 OK 為甚麼你有錢 不過你 你 你 你只有零點 你 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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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些的Gyron 我不知道讀過文很多 那些的一塊一塊一塊顏色的 天土物體 還是化石 你通常是這樣想的 或者一些 其他人專門賣 在政府裡的東西 好了 那我們先拿去 這些就是化石 化石你買出去 其實都賺很多錢 那我先拿著五顆 因為每個化石 它賣的價錢都不同 所以 你可能 你可能 賺 有時候少些有時候多些 因為 有些多有些少 嘩要輕一點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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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鑑定 首先你要鑑定先的喔 要不然呢 你每一顆化石 都只有100元 沒用的喔 你要鑑定之後 才可以賺 可能 五千元啊 有些 幾百元都有的 化石呢 其實對這個真實世界來說 是挺豐富的 第一棟收到裡面呢 是非常之普遍的 好遇到你買出去只有幾百元而已 好了 鑑定完啦 看看要什麼名字 不是青蛙耳 涼龍的尾巴 大角的左半身 劍龍的頭 琴龍的頭 還有 咦 兩個那麼巧的 嗯 非常之巧 好 好 我們現在去買了 耶 耶 啊 後面的 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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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嘔 嘔嘔 好 買五個花石 那我會用這五個花石做這個普遍的花石 嘔 嘔 這麼多錢 那我們算了 我們當二萬元啦 有輕的啦 好了 那五顆二萬元嘛 那五顆二萬元嘛 那就是啊 四十五個花石 四十五個花石 等於八 那就是二萬元 四 八 那就等於十六萬吧 就是你可能如果你賣成一個厚多的價錢 你就會賺了十六萬 不過有時候你可能二十萬超過 但是你就是非常幸運的時候 那你一定 每次都會的 OK 多謝你收看今天影片 那我多謝你收看啦 還有還有 多謝你可以去到這裏 如果你在看的話 很多謝你拍到這裏 那如果你喜歡你的影片啊 那些 那些你自己選擇 沒什麼所謂的 好啦 那就 那也是啦 多謝你收看 多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拜拜